OK,现在回来的是第四节,然后我们继续刚刚我们讲到了Modulation那一边,然后接下来阿中还会继续让我们知道的就是Ambius,或者是再强调一次的Modulus那一边的东西 Modulation也就是给它一个,给它一个,怎么讲,善后处理这样子 OK,so它有分chorus,facer,flanker,tomolo,rotary,很多角色,我们先讲chorus先,chorus就是大合唱 OK,这个是Boss的产品,chorus,CE3 OK,所以我们有看到有stereo,mode,有depth,还有那个rate,rate,OK OK,so它片排在很后面嘛,基本上吉他是mono,input,output呢它可以用stereo来应付了 因为这个chorus,你可以做到有stereo的效果,左边唱唱一下,右边唱唱一下,左边弹弹一下,右边弹弹一下,再来一个surround都有啦 可以上面唱到下面,如果你们有听Jimmy Hendrix的音乐,就可以feel到啦,要用headphone来听啦 用speaker听不大出,除非你的是5.1,7.1 所以是它自己在pre-setup,这样它调好了,左边要多少好,这样 没有,你可以自己调啦,你可以,它这边看不到,上面有left和right的,看到吗 有个l,因为它stereo mode召唤应该那边有left,right so depth就是它的那个合唱的声音去到几声,你可以调这个depth这边 rate就是它的那个frequency多宽,多宽 就是它的这个用嘴巴讲,很难去,还是要以后做示范 ok,然后我们可以再接下来去这个facer,facer呢,如果你们要听它的感觉哦 张正月的音乐,它的rhythm guitar很常用facer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们有听Beyond的歌啦 ok Beyond有一张专辑叫做Genghei,它第一首歌是Vega,Vega 所以它整个专辑里面呢,它大量的用这个facer 它听到它的吉他声好像水水,在水中漂浮这样的 ok 这个是很极端的,喜欢的人喜欢,不喜欢的人呢,听了好像好像很blur的样的 很迷幻啊,很迷幻,对 ok so,facer它这个也是大致上也是一样咯 rate,depth,responsible 它这个还有分哦 也type1和type2咯 so,type1和type2会是怎样 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 以后我们都会一个个讲吧 ok ok,然后这个delay,digital delay 哇,很贵啊这里 ok 中修啊,因为人家如果正常的话是表演者是以颜色来区分那个东西嘛 因为它字,你站着的时候字很小 对,看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那种穷的那种人,如果要骗台下的人的话就喷颜色,自己喷就好了 ok ok,你看这个它input A,input B input A是给mono,input B是给stereo 也就是说,如果你刚才看到chorus不是有出来它的output stereo嘛 对,还有两个output stereo去这个digital delay了咯 ok delay它这个是属于到很后面了啦 排到很后面了,就是ambience那边了的 那么delay跟reverb呢,这两个 如果你不去仔细听的话 很多人会搞错 delay呢,是不断的重复 你之前所弹下来的声音 它可以调time 就是它time是以毫秒来计算 ok 多少百毫秒 甚至多少千毫秒 ok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feedback有多大 你feedback minimum的话可能它回音那两三声 如果你feedback去准去maximum的话,调到很大的话 它甚至是,阿中 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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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这样子重复 ok 这个是很明显去区分delay跟reverb的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reverb ok reverb呢 这个reverb就比较简单解说一点 好比你在冲凉房唱歌 嗯哼 那个是一个reverb 那个不是delay 嗯,对它不会一直重复你 虽然在华语上面都说是回音啦 ok 那个,这个reverb呢,它又有分几种啦 Fender是一个比较出名的 好像Fender它有出它的M 它直接打deluxe reverb reverb,deluxe,twin reverb ok 所以它的那个回音很重 很重视那个回音啦 而且这个reverb不单只是用在吉他 很多这个,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 要给人家感觉到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唱歌 甚至弹琴 拉小提琴 全部都有用到这个reverb reverb的用很广 嗯哼 所以它有分room reverb 嗯哼 那个hall reverb stadium reverb tals reverb tals reverb就是你在你在一间房间 铺满盖菌的 嗯 那个也是会造成回音 对 冲凉房嘛 冲凉房啊 就是最明显的 会觉得有时候感觉到 因为我在冲凉房唱歌特别好听 因为那个回音 导致你歌声变得好听 所以其他乐器也是一样的 那个原理 有让人家感觉到 有一个tail啊 我们所讲的尾巴 尾巴在后面 对 就会给你的声音 有个完美的 ending 完美一个声音 对就是你看啊 你去唱歌的时候 你去唱歌的时候 那边那个echo又不一样 那个echo又不一样 那个很逮谁我不喜欢 那个echo不一样 那个echo就是 卡拉OK就是发明给 啊 先生是发明给大众使用 对 那么大众 歌声见仁见智 有的人 可能他自认为 他的歌声 不这么好听 但是他又喜欢唱歌 所以他就借助这个echo 把他的自己认为 自己的缺点 给他盖住 对 这个是echo echo跟reverb不一样 echo也是可以用回音来 是咯 化温 化温也是可以用回音 他不用reverb的原因 可能真的是有另外一个用意 他是比reverb来的重很多 嗯 重很多 甚至你如果你echo开大的话 你mine不能够对着speaker 嗯 他们的frequency会互撞 互撞 会造成一种很刺耳的声音出来 我发觉很多啊 你去婚宴啊 然后你去 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很早 就会知道说 你的mine 应该不能够对着那个speaker 对啊 那你可能吃着婚宴去那种 婚宴典礼的时候 他们就 那个 有时候连主持人都会发生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mistake 没有什么注意咯 不小心咯 可能是现场 但是医医一生了过后 你就应该知道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尝试来的 对啊对啊 很少人懂 很少人懂 不过我很小就懂了 这个 是咯 我应该是很早觉得很感动 可能他们认为是 这个什么啦 技术不好啦 他们还有时候会把那个mine给捂着他 就是用双手捂着他 反而那个时候也会有 也是会有啊 也是会有 因为他的他的频率出不来嘛 因为出不来的话 他在里面 就会也会产生这个 这个静电的干扰 所以下次 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 你们都看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看 看演唱会嘛 就看到中国好声音 你看人家怎样抓麦 就千万不要好像 捂着那个麦来 对对对对 太唱歌 OK 然后我们讲完了 那个刚刚那个 reverb 然后现在回去的就是 ambience OK ambience ambience 就是 刚才所谓的这个 delay和reverb 就叫做ambience modulation 就是之前的那个 chorus facer flangle flangle 还有少讲一个flangle flangle呢 他 如果 你们去听那个500的 叫什么名字 500的 挪威的声音 不是挪威的声音 那个爱琴的镜头 爱琴的镜头 一开始的那 那一 那一小 小插曲 吉他的小插曲 好像 有点像machine gun 那样的机关枪 那样子的 那个是flangle的效果 就是他会 互大互小 互大互小 这样子 嗯 flangle 然后termolo就是 这个声音可以断一下 断一下断一下断一下 断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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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下坨 scandal. 端下端下端下, 然后还有一个, 比较少用到的 Rotary, 就是说 不会少看到的, 经常有吗? 但是你要戴 headphone才感觉到那个n unt 你上次讲过的,就是 他是在旋转, 他跟flanger 不一样, 他跟flanger和facer不一样, 它是真的是有Roto的 真的是在转的那个声音 然后从左转到去右 从右转到去左 就是有那个Stereo的效果在 嗯哼 OK 嗯 基本上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拍法 然后这种拍法呢 你可以任意去调换 不一定说要照着它的这个拍法去拍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先拍完 Tuner Tuner在前面这个是一定的啦 因为你先用Tuner嘛 先调音再去玩嘛 对 OK 那么你可以试一下把挖放去最后面 可以有不同的效果出来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 Compressor放在挖的前面 也是会有不同的效果出来 也或者是你可以把这个ODDS拍到最后面 嗯 让它到后面才去狂叫 嗯 不过这种声音全部都是见仁见智 一个好的乐手呢 他们技术例外 技术是必定要有的 但是除了技术以外呢 调这种 音效 对 音效 也是他们的必杀武器 OK 嗯 他们有个人的风格 对对对 所以通常他们这种必杀武器呢 全部调校好了 甚至 有些 他还特地把那个 上面的字 用滴纳水凸掉 哦 所以他不让人家知道 不要给人家去梗 哦 OK 好像刚才我秀给你看的 Big Muff 其实它的包装是很简单的 喜别简单的 基本上你用一些铲子 挖挖一下 Big Muff 对 特别容易脱气的 这个黑色这个 你用那个铲啊 什么铲铲一下 就铲脱了的了 嗯 嗯 那么如果一些菜鸟 他们看到 看见的话 他们也不晓得这是什么 嗯 所以也 要copy 也copy不到啦 OK 这个是挖 这个是挖 挖paddle 这个是expressionpaddle expressionpaddle 也可以调它的大小声 可以做volumepaddle 也可以做一些 slow attack的那个 那个动作 slow attack就是 你弹下去 它的声音慢慢渐渐的大声 这个我们叫slow attack ok so 挖paddle跟expressionpaddle 不一样 如果multi effect的话 它们的paddle 可以 可以两用 你可以做volumepaddle 你可以做挖paddle 然后 这个是Ibanez的 Ibanez的tube stream ok 然后这个是 那个 神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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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还有这个是小型的 现在很流行 一种小型的effectpaddle 它甚至小到好像 好像 好像 那个 好像以前的3310 这样 3310 算大了 8250 8250 880 比880还瘦 ok 有这么小 这个他们叫做什么nano n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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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携带 可是价钱 我就觉得不大值得买啦 300 400多块 马币一粒 ok ok 那之前的话那我们讲的这个 这些就是平时他们的一个排法 哎 这个pad也不错一下哦 嗯 这个pad不错 它有power supply 你看它power supply很整齐的去 去supply每一个 嗯 因为他们 每一个他们要独立的供电 嗯 也就是dc9V 嗯 他们需要的电 dc9V 如果不然的话你要 每个 每个要放battery 你换battery 你要转开它下面的水 会比较 而且你换battery你要很小心哦 你的那个wiring那些 确保不能够 在它的那个 因为你脚踩的嘛 这个paddle 脚踩的话 它里面一定会有 某一些地方 你一踩下去它能够结合 嗯 那结合这些地方 你的wiring稍微不小心 放在这种结合的地方 你脚一踩下去 恭喜你 断了 哈哈哈 最好 最好再弄过了 啊 ok 你看到这个boss 这个matterzone啊 就是我投资了 对对对 你可以基本上 你可以用distortion 来调到去它的声音 嗯嗯嗯 可是没有matterzone 这么大的struck 对 没有这么切实地理 ok 它算是 在世界公认啊 boss的matterzone 是 他们 西方国家 称为rubish 称为 够烂 够 肮脏 够dirty 这个 它出了名啦 boss的matter 会用啊 如果调得好的话 声音很好听 如果调不好的话 真的是ipex 是啊 很讲技术 这个matterzone 很讲技术 因为它算是已经 over over that overdrive over再over了 已经去到一个很很高的一个水准 水平 你要去调教的话 必须要配合多方面的一些 啊 那个 所以matterzone 是不是metallica玩 对啊 这个也是客用的 所以我才会买它 不过没有那个技术 哈哈哈 就是 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 就跟人家买什么就买什么 结果 结果我也是卖掉了 都不会用 如果 如果好像 自己DIY 这个patterboard的话呢 也行 你就买一个extension wire 5个插座的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然后插5个adapter 哈哈哈 这样子省很多钱的 啊 如果以后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教大家 DIY OK DIY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patterboard OK 啊 啊 现在跟大家透露一点啦 反正我们时间 OK 就是这个patter 与那个pad之间 我们可以用魔术贴 嗯 方便你拆上拆一下 哦 魔术贴 对 啊 OK 啊 所以上面的power supply 因为现在power supply 有的牌子也卖得相当便宜啦 就是 可以供给9粒 9粒patter 啊 价钱好像是200多块 如果你要省上这200多块 就好像我刚才有讲的咯 3 40块买那个 adapter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这个叫什么 ascension 对 5个插座 你有4个patter 你就大一点 放两排上去 你怎么样 啊都不用200多块 啊 对都不用200多块 啊 这个是很省的方法啦 OK 嗯 因为这种就是买便了的 这些是买便 它有一个形状给你的 嗯哼 然后我们要自己DIY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些 比较solid的板 比较solid的那个 最主要是它有这样子 一条一条线 这样子是最方便你去放 你要钻洞啊 你要绑啊 你要什么都很方便 而且容易adjust 嗯 如果你是买一片的话 反而比较 比较难去fix它咯 如果是想说一条一条的 这些 通常很多 好像 例如讲 说邪价啊 邪除啊 不要用了的啊 都可以拆下来用 是啊是啊 嗯 就废物利用嘛 现在都流行这样的东西嘛 对啊 就是你改改那个东西 然后 而且 而且不需要 不需要跟别人一样啊 对啊 比较独特一点 完全是属于你自己的 比较独特 OK 这个 我再离谱一下 这个叫做multi effect 嗯 multi effect跟single effect不一样 multi effect它就综合了 全部single effect的方程式在里面 所以它 其实它是 那个 模拟啊 simulator 嗯 模拟啦 你看它 它这个是比较先进一点的multi effect啦 OK 它甚至把这个single effect的图画 这个公仔 给呈现出来了 在图片在上面 可是它 它是尽量模仿到有那个声音 它不会有single pattern的 不会有single pattern来的这么强 这么有 这么有 这么有值啊 对这么有值 而且它 你看 一个multi effect它只是用一个供电 但是 一个single effect 一个single的那个 这个 stone box它就 已经用一个独立的供电 所以它的电 它独立用 跟一个multi effect这么多个一起用 当然是signal 以signal来讲 single effect的signal 肯定会强过multi effect 而且稳定 所以 所以就是说 如果一个 不是很 非常到 专业的那种人 他们通常都会用multi effect 他们会先用multi effect先 而且 专业的 你不要讲说 不专业的用multi effect 专业的也会用multi effect 因为multi effect它也可以拿来做一些上后处理 例如讲说 有时候我玩的音乐 不需要delay这么明显 不需要reverb这么明显 我可以接触multi effect里面的delay 和那个reverb的模拟器 来去做我的上后处理 ok 嗯 还有这个就是wawa pattern expression pattern 嗯 有些人 像其他的 他那个abcde 然后12345 都是你 那是bank来的 你自己本身 你personal的 你可以store下去 你的 你已经调好 你已经set好了 你之前pre-set的东西 你可以自己store在bank 所以abcde 跟12345 这些是说 总共你有circle effect可以用 没有不是 它是a1,a2,a3,a4,a5 b1,b2,b3,b4,b5 这样不是很有25个 对有25个bank 哦 okok 这个真的是 乱换眼改 原来我又乌路了 有的还有group team group1的a1,group1的b1,b2 所以这个还不属于多 还有一些更长的那种 我不晓得 因为这个digitech我没有用过 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有group 问我买那个中国的小天使 NUX NUTS也好,NAS也好 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它 那个就有group 那个group1的a到d 然后a里面有1到9 d里面1到d咯 a1到9咯 b1到9 c1到9 b1到9 然后它总共有9个group store到你乱了 是啊 是啊 那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此 然后过后呢 下一节呢 我们还会再继续分享 关于比较深入一点的东西 然后希望大家会满意 如果有什么有疑问的话 其实给我们有我们的fanpage 是Color.校中音乐 然后后过呢 我们可以做个交流 如果你在于某一些 营销方面的话 你有特别擅长的地方 你也想分享的话 你可以联络一下阿中 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个朋友 因为我们觉得在马来西亚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尽量分享的话 我们的知识方面的话 会比较好一点 这个是multi effect 这是Boss的multi effect 对,这是阿中的 我比较建议如果是初学者 先买一个multi effect 来试一下先 因为毕竟这个 如果你有经济能力的话 你就一个一个去买 这个也是multi effect 他就做到好像stonebox这样子 对 那好 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 每个星期做一次 好的 拜拜